今天暗場位於新北市三重區 室內面積為13.5坪 屋形為新陳屋 改造後的空間格局為一房一廳一位 屋形為新陳屋 哈囉大家好我是George 今天我們喬開箱這個暗場 他的居住者是一對夫妻 但是由於他們這次買的坪數真的太小 夫妻兩個人住就有考慮到 要不要增加 第二間房間 但是我們後來討論過後覺得 如果兩間房間同時存在就會變得兩間都不好用 而且都過小 所以最後就決定 我們把格局打造成 一房一廳一位 好 那我們現在 先來聊聊屋主當初提到的裝修需求 他們的需求很明確 我跟你說 你給設計師的條件越明確 其實我們就可以發揮得更好 大家有講到 他喜歡簡單的生活 所以極簡風 還有他希望是差極風的呈現 第二個他特別喜歡的是 冷灰色調 不是暖灰喔 暖灰他不要 所以他一定要冷灰 第三個 他們不看電視 所以不需要有電視牆 你看這個就很特別 然後他們希望 非常多的圓弧的這樣的設計元素 能夠融入在這空間裡面 那在玄關他還希望能夠有放電子衣櫥的地方 進到公領域的部分 不希望有電視牆但是他希望有 放兩張書桌的位置 而且必要的時候這兩張書桌是要可以隱藏起來的 客廳沒有電視牆那要看什麼呢 就是看風景 他喜歡看風景所以特地買了高樓層 那在廚房的部分 他也希望採取開放式的設計 然後還要再加上一個中導可以兼坐餐桌來做使用 需求全部都講完了 我們接下來就來看看 如何在這13.5屏的空間裡面 滿足客戶的需求吧 首先我先來介紹我們這個暗場的 專案設計師小顧 那這次暗場 他是新城屋 可是我記得我們當初來的時候 都沒有 只有一間浴室 對 所以這樣子的暗場你做多久 4個月 4個月新城屋來說 有點久 蠻久的 為什麼做那麼久 主要是因為就是 這個是新城屋 那剛交屋的狀況就是 建商這邊還有一些公社 就是在做點交的動作 那會 稍微中斷我們的工程 那另外一方面就是 這個 玄關地磚 當初為了挑這塊地磚 就是他剛好遇到他缺貨 所以有 等了一段時間 對 再加上因為剛好遇到過年的期間 所以有稍微就是 讓工程的 就是 好過年放假啦 所以那時候有順延一下 那這樣子4個月我就可以理解了 不過我們就先來介紹 我們這個玄關區當初有說要做落成區 OK這塊磚 我真的很少看過這塊 你說進口的 對 沒錯 很漂亮 我覺得等得很值得 再來就是有提到說希望把所有的收納 集中在這個玄關處 對 所以看起來 他是滿滿的收納沒有錯 可是為什麼這次沒有做一個平台 因為就是收納的空間已經很少了 所以我們這邊就是盡量所有的東西都是 收納 我們就不再浪費一個空間說放 一些就是可能外出的東西 好 五組也能夠明確知道以收納為主 那我覺得可以接受 那再過來這個地方 電子衣櫥 客戶希望有一個電子衣櫥的地方 所以這樣子旁邊我們搭配鏡面 這個整體性我覺得很好 因為電子衣�選鏡面的還有 提出選鏡面的還有 可以兼當穿衣鏡的效果 那你如果這個不夠 沒關係 我們這邊一樣用鏡面的材質 去做一個 延續性 然後空間看起來也會放大一點 所以這個玄關我覺得做起來不錯 再來這個地方 我們有做了一片那個滑門 主要是客戶希望說 他在進門的時候啊 不要讓鄰居直接看到屋內的空間 我覺得小顧很貼心 為什麼你知道嗎 這個門一打開 他有連外在環境都 考慮到了 所以這個門平常就會關起來 對 好那我覺得 既有擋 穿塘煞的概念 也可以保有通透性 因為我們還是用穿透性的玻璃 對 來當這個滑門的材質 然後 他也比較有彈性 那我們接下來進到我們的 公領域 好我們現在來到公領域的部分 哇這個跟我當初來的時候真的差太多了 我記得這邊好像是一個電視牆 沒錯 客戶說他不要 因為這邊就會一堆插座 他要看的是風景 所以這裡是我們的沙發區 這沙發區 好像還可以任意的調整 對不對 角度的問題 景在這裡 那當初為什麼我們用百頁來呈現 主要是讓他可以自由的調整光線進來的角度 這可以任意的調整 如果說我們要全開的話也是可以的 就是我們用 折門的方式 讓他稍微就是可以 收起來的時候 整個打開 也不佔空間 其實這樣就很有彈性了啦 那我們再過來 可是 他不看電視他有說啊 他要有 兩張書桌 對 要隱藏起來 沒錯 現在這個書桌 是在 這邊 這邊 真的被你藏起來了 也是一樣 用折門的方式把它收起來 我突然覺得這裡有點像五星級的星巴克 因為這邊就是一個很棒的閱讀空間 而且 我覺得屋主的觀念也很好 他用這種 電動式的升降座 那就是誰來或是你要 有時候累了你想要站著 或是要做什麼用途的時候 你都可以任意去調整那個高度的問題 可是他為什麼當初要做隱藏門的設計 就是擔心說如果有時候東西擺得太雜亂 然後剛好有客人來或是有任何人要來家裡的時候 可以 馬上關起來 懶人設計 對 沒錯 就是懶人設計不想收直接關起來 我覺得這個設計很棒 另外我們全市的木地板 這次也採用 魚骨拼的設計 而且他的 動線是回字型的 因為走起來是比較舒服 然後再過來 開放式的 廚房 結合了中島跟餐桌 這一個廚房 當初沒有出去 然後我們把隔間打開來之後 變開放式 整個串聯在一起 空間變大了 小瓶數 空間利用很重要 瓶效也很重要 那這個中島廚房 有沒有設計上巧思 跟大家分享一下 主要是中島一路延伸到窗邊 是為了客戶這邊未來想要放咖啡機的地方 那他會在這邊做 所以我看你插座都預留啦 泡咖啡 那 讓視覺穿透的關係 所以我們盡量就是 不要做任何的吊櫃 所以廚房也沒有吊櫃 中島也不會有吊櫃 那電氣櫃的部分 我們就是藏在 內側的下方 下面嘛 對沒錯 其實如果你不藏下廚 你使用率比較低的 我覺得放在下面就夠用 因為我們下面有做兩格 然後抽盤式的設計 不想要給我們發現 我們整體的風格 差幾風 但是我們走的是一個 冷灰色系 從頭到尾都是貫徹 到廚房這個地方啊 因為他的房間板區域 你用灰色的油漆 其實不太實用 不好維護 所以我們用了這樣子的 抗菌髮廊板 他的 好處是 好清潔 好保養 選擇很多 而且非常好擦拭 那最後他也可以跟我們整個空間的風格 融合在一起 所以你會看到 其實整個空間 呈現是非常的一致的 那這樣的小瓶束空間 你就會覺得好像被放大了 小顧但是我有發現 這次你好像有幫 屋主規劃一些現代化的設備 是嗎 我們有全熱交換機 然後空氣淨淨機 還有全護廚師 對 全熱交換機 全護廚師我可以理解 因為北部都很潮濕 沒錯 那全熱交換機 因為他這裡是高樓層 所以你會規劃進去的原因是什麼 主要是因為外面剛好是臨近快速導入 那其實噪音是非常明顯的 那平常如果說 要防止噪音的話 我們就不開窗 那不開窗又讓空氣要有對流 我們就需要全熱交換機 把新鮮空氣給導入進來 沒錯 我認為 這是真的會發生的事情 因為我 剛剛開門 超級吵 我開始給大家看 那個聲音真的很大聲 所以你就不會想開窗戶 沒錯 那久了你就會悶嘛 所以我們需要一些新鮮空氣 這沒有問題 但是我記得我們規劃全熱交換機 好像還有一個重要原因對不對 沒錯 就是我們接下來要介紹的臥室 臥室為什麼要用全熱交換機 我們帶大家去看看 走 在這邊我先跟各位觀眾朋友 說明一下 當初 只是單面有窗 那在暗房裡面呢 採光跟通風 是最需要去克服的 所以這次呢 我們有用了一些設計的手法 譬如說像這個玻璃磚 還有像這樣子的 鋁框門 我們都是要 把光線給導引進去 總監我跟你說 這個玻璃磚 不是我們一般市面上看到的 傳統玻璃磚 這玻璃磚它 非常的特別 它是那個 光源控制磚 光源控制磚 它原理是什麼 原理是它裡面有一些 三菱鏡的設計 會讓光線 自然的折射進去 喔 就不是只有這樣子穿透過去 它還可以再折射 沒錯沒錯 加強它的 喔 這的確跟我以前認知的玻璃磚不太一樣 所以這是新的 對 除了這個玻璃磚之外 這邊也有一點巧思 一般我們會覺得說 用玻璃門好像隔音會變差 但是不會 我們的玻璃門 這個門框上面其實都有加 氣密條 增加它的氣密性 喔有 就是加強它的隔音效果 沒錯沒錯 好 採光 隔音解決 那我剛才說這是暗房 所以通風的問題 我們就用 全熱交換機 把新鮮空氣 導入進去 沒錯 所以這樣子 這間暗房 自然而然 你在裡面 休息或是睡眠 都不會覺得不舒服 那我們現在進去看看 我們現在來到我們是我們的主臥空間 你就可以看到 當初 屋主有提到 希望很多圓弧 元素 在光靈域的部分 我們在 動線的轉角處 都有加入 然後在主臥空間 這邊 好像原本有一支 我們就用圓弧的線條 去做一個修飾 總監我跟你說 我們有個地方是 現在看絕對看不出來的設計 怎麼說 床頭的部分 我們有 做加強隔音的設計 我們 鋪設了整面的隔音毯 然後做了單面隔間 塞滿了隔音棉 你說這個整個 床頭的後面 對 沒錯 整道牆 為什麼要 這麼樣大費周章去加強隔音 是 屋主要求的 對因為這邊是 睡覺的空間 那他有說 希望睡覺的時候 能夠盡量安靜 但是剛好我們的 床頭後面 就是我們公設的走廊 喔 踢一踢的走道啦 沒錯沒錯 而且它一層好像蠻多戶 蠻多戶 外面的確會有一點聲音 因為有些隔音效果沒有那麼好 我認真的認為喔 一個 成功的設計師 你就是要注意到 非常細微的那種小細節 不然的話 大家都做設計 大家都做好看 可是住進去 每一個人住起來 好不好用 舒不舒服 那真的是 只有自己才知道 沒錯 好又到我們做結尾的時候 我今天歸納出三個重點 要跟大家做一個分享 第一個 就是 小坪樹 的屋主 常常會面臨到一個 不知道怎麼去抉擇空間分配這件事情 我們以這間為例 當初它什麼都沒有 建商的規劃原本是兩房 可是呢 你的空間一定都會太小 再加上 它是單面 通風的 只有一面有窗户 很多人都會覺得 那我就是把房間放在有窗戶的地方 這樣子你就會製造一個 很暗的客廳 所以這次我們反而把它 顛倒過來 我們將公領域 客廳的部分 放在整個風景最好 採光最好的地方 然後把 房間呢 放在 裡面 可是這樣會製造一個暗房對不對 沒有關係 我們可以透過設備類跟 材質的選擇 來解決 通風跟採光的部分 所以在空間分配的選擇上面 我還是建議 把公領域放在採光通風 最好的地方 第二個重點 小坪樹 最常遇到就是 屋主希望放大空間感 那這次呢我們做了什麼事情 放大空間感 我來分析給各位聽 第一個在玄關處 為了搭配電子衣櫥 其實我們用了鏡面的材質 來產生設計的一致性 第二個技巧我們將原始的廚房 打造成開放式的 減少隔間的產生 將公領域客廳 也跟廚房做一個串連 製造整個空間的通透感 第三個技巧就是我們 全市都統一一個色調 就是我們的灰色 這樣子的統一有什麼好處呢 如果以小坪樹空間來說 如果你的顏色東一塊西一塊 然後你又很豐富的時候 其實 反而視覺上會感覺很凌亂 那你雜亂起來的感覺就會覺得很小尖 所以這次我們將色調 全部統一 整個空間的連續性就出來了 第四個技巧 由於我們用了很多現代化設備 它都必須要藏在天花板裡面 所以我們將這些設備類 集中在一起 其他的部分 像公里域的客廳 我們就盡量拉高那個天花板 來製造空間的挑高感 第三個重點 減少噪音的干擾 這件事為什麼重要 現在很多屋主 他其實會做功課 對於自己想要什麼設備 電器 他的清單都列得清清楚楚 可是就唯獨 這個聲音的干擾 其實比較沒有經驗 像一些比較有經驗的設計師 到了一個暗場之後 馬上就可以判斷出來 未來入住後 可能會有一些 噪音的干擾 所以建議 一定要在設計階段就加入 隔音的規劃 其實現在小宅當道 很多屋主 買的頻數都不會太大 那常常會很苦惱說 我這樣的空間怎麼辦 要好好利用 收納會不會不夠 我建議你 真的 認真看我的影片 你一定會受益良多 不想看我的影片 也沒關係 你可以買我的新書 我的新書已經推出了 裡面 也有教你很多 規劃的技巧 今天的影片就到這邊結束了 喜歡我的影片 記得幫我按讚 訂閱加分享 要不然我開啟小鈴鐺喔 我是幽靈克設計的 George 下次見 拜拜 那再來就是 我剛剛講什麼 過年啊 再來就是 等一下 OK好 那你要從哪裡開始借 地磚 用一本正經的 對啊 很正經的回我和我部 好像很正常一樣 再正常不夠 我就不知道過年了 但是我記得 我們規劃全熱交換機 還有一個很重要的原因 對不對 沒錯 就是我們的臥室 大概盾台 規劃全熱交換機 還有一個很重要的原因 沒錯 就是我們接下來要介紹的臥室 哈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他的花絮越來越多了 就是我們接下來要介紹的臥室 因為確認你 不能就跟我們說 那麥克他